如果是一个文明自我封闭的话 你基本上就是逐渐会消亡 逐渐会退化 你不同地区的文明 不同地区的交流 你才能带来进步 我姓孙 叫孙建 现在我算是南海一号考古的领队吧 从2014年开始一直在做这个 南海一号这个考古发掘录路 2000年到2005年吧 先后做了六次的一个水下调查 最终的是决定用整体打捞的方式 把它打捞出来 这是2007年了 我们更关注的是 整个遗址所对我们研究古代历史 能够提供的帮助 也就是说它包含的历史上的这些信息 咱们到前面去看 如果说南海一号的话 那可能最重要或者最大的一件文物 是传体 而不是传活 任何一个历史的阶段 交通工具往往都能够代表人类的 这种文明所能达到 科技达到的一个高度 南海一号其实我们从某种角度上可以看 反映的是一个宋代中国文明达到的一个高度 就是说它是一个非常高度的一个商品化的社会 这条船上你比如说它的货物 在宋代的时候 中国的手工业科技 很多都达到了封建时代的一个高峰 像制磁业 包括航海树这些 这样才能够主动地走出去 把不同地区的这种 中国的货物带到不同地区 也把不同地区的这种文化带入到中国 从这条船上我们可以看出来 大量的这种金属货币 铜钱 贵金属 银定 金业 都是参与到这种贸易当中 你有一个大家都共同接受的一般等价物 你可以拿来去跟别人去交换 大家有一个形成一个共同市场 文明一定是通过交流才会有进步 到宋代的时候 我们中国人开始真正进入自己的一个海洋时代